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熱色化時間就到了 好 因為我要吃個飯 先吃個飯好 阿館 好想看黃國昌跟你做直播 嗯 好好吃喔 嗯 館長你昨天到現在有睡覺嗎 有睡一下 有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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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柔溫柔 對對對 阿熊溫柔一點 阿熊自己的牛排自己賺了齁 衣服賣得很好可以吃牛排 大熊真的好可愛 大熊真的好可愛 很多人都買你的衣服阿熊 開心嗎 欸 拿去旁邊吃 喔 幹你娘的 你會脫爛喔 吃麥的 幹你娘的 喔 幹你娘的 大大熊 你會脫爛 吃麥的 幹 有心抓 有心抓 走過來 吃麥的 夭壽 整個夭壽 在抽獎之前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喔 林口區的黑貓的經理 現在我們發貨都是轉由黑貓 他們全部都帶為發貨 包含包裝阿什麼的 因為他們 有給我們收取費用 他們也要賺這個錢 現在很流行這樣 也就是說你公司不用請太多人 你直接把貨拖到黑貓的倉庫 然後做發貨 再次跟大家的抱歉 因為我這個人是很以我的誠信為傲 那今天我就已經動怒了喔 我說為什麼人家現在還沒有收到衣服 那 他們的經理有親自來跟我們 跟小雨道歉 也表示無奈喔 第一個他們電腦內部有出錯 所以呢 他們 因為他們不只我們的東西 有別人的東西喔 那 他們在這個東西上面 我們有預購跟現貨 包含別人的貨 這個東西有出錯 這是第一點 所以他們 比較晚包 然後加上 昨天的地震 把他們的貨家都震的 震倒了 霍傘落一地 他們說他們光整理 可能就整理不晚 可能要兩天的時間 把倉庫恢復 因為地震 天災人禍 天災人禍 那 他們也是說這個是天災人禍 那希望我們可以諒解 那 他們跟我們講的我們可以接受 那 我們 我們也是罵 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我對消費者 消費者沒有辦法跟 也沒有辦法 替我們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這個啦 所以 我在鏡頭前面 我還是 觀眾跟大家講 一聲抱歉 請大家見諒 但是重點就是說呢 貨一定會發到你手上 我剛剛有寫一個時間到FB上面 他們黑貓承諾 那 這個東西我也是花錢 我不是說沒花錢 我也花錢委託人家在做 他們自己 結果黑貓這次出錯了 那 基本上 我跟各位講 是因為我們真的是大客戶 他才會過來跟我們解釋 一般你要寄見 你寄見去那邊 你十幾天沒寄到 你只能慢慢查 那是因為我先跟他講 這個解釋必病啦 就是 其實我們真的夠大咖 那 物流業 他們也辛苦 那他們也是很悔 我們再責怪他們算的 那我想說我自己 跟大家道個歉 我跟大家道個歉 因為 以我的標準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 因為我們說什麼時候 我們說 我們到時候跟他合作 就簽一個備忘錄是說 七日內一定要到過 那海外的呢 我們是不是歸黑貓 海外歸 順風 那 國內線就是七天內 全台灣嘛 七天內要到 你要跟他講 七天內要到 以現貨來說的話 那預購當然我們會開一個時間差 所以說有時候都被他們搞死 像這次預購的衣服慢 也是不是慢在我 是他們寄送也是有問題啦 所以說這種寄送的問題 我們未來再跟大家做一個檢討改進的方式 都 以利各位購買 那其實這個都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有時候 我也是很無奈 因為 我們這邊做衣服啊 我們這邊客服 我們這邊行銷 我們這邊各方面 電話客服都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黑貓出一個包 光這個打電話來的人就多少 我覺得有時候大家做企業喔 你也做企業 我也是處理做企業 那我們是第一站 我們是第一個面 面對客戶的 如果你們今天出一個錯喔 最死的就是死到我們的人 算了啦 算了就是沒有下次啊 我也是這樣 不然 你以為我很喜歡低頭認錯嗎 我這個人這麼倔強 真的是 有時候我們做生意 我們的錯是我們的錯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再一次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 真的就是 請大家再燒燈個幾天 一定就會到 不好意思啊 這不好意思 這我沒辦法你知道嗎 這 天公白要落後 喔 老母要嫁人 你娘咧 我無奈 這 我們東西搞的 人家要讓人 那人沒做得搞 啊 我也是金錢錢 我們也是錢給對方 他們八幾天貨我們也是給他賺的 黑貓要的就是利潤嘛 我們也是包給他做 他出問題 我們要跳下去 面對各位的 各位的罵聲 也是合理啦 本來 我們講出來的話 七天之類到貨跟 七天之類沒有到貨 我們還是要站出來給各位罵 我是個負責人 那大家罵完了 喔 手勢要高 手棒軟 喔 喔 我們 有自己罵啊 我們真的無奈 我也很生氣 你們對我生氣嘛 我 我也想要對他生氣 但是 算了啦 這個 淵淵相報 何事了 這說不完 順風我都出去了 但是大陸的東西喔 順風我沒有辦法 因為 大陸朋友 因為大陸太大了 大陸太大了 喔 大陸太大了 喔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去 然後大陸的朋友 不好意思 請耐心稍待 如果真的過一段時間 真的沒有收到 你馬上 我們有客服 我們有我的Facebook 喔 你可以翻一個牆 然後聯絡一下 然後我們一定會幫你服務喔 我講清楚一點 雖然 我最近一直在罵 中共 但是大陸同胞 千萬不要 我這個人做生意真的很誠信 誠信 是做人的 唯一 也是首要的條件 我絕對不會騙各位 我在台灣 是一個非常守 憲諾的人 非常守 只要講出來的話就算 非常的抱歉 喔 因為順風 非我們掌握肚子中 但順風運費也比較貴 順風運費也比較貴 OK 今天晚上呢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一些事 一些觀念上的問題 一些 一些觀念 觀念上的一個改變 基本的一個底線的一個問題 很多 昨天很多人 其實大家也知道 這個政治人物喔 大家都是喜歡在那邊趁熱度 那非常好笑就是說呢 我昨天做一個試驗 那我試驗的目的是說 到底有多少的黨軍 以及多少大陸朋友 會來謾罵 會有多少假帳號 昨天也不多啦 發一篇文至少50個 我封了50個喔 那也有很多人說 我不是假帳號喔 他在講到這個層面 問題是 我今天跟他辯論不會有一個結果 因為各位懂我意思嗎 你不要說我是法盲 第一個我也不是律師啦 律師我也有錢啦 我可以請很多律師 我們今天講的是 忠孝仁愛心意和平 也許這八個字非常的霸骨 非常的古老 非常的不和現在 但是 各位 全世界 全世界任何的國家 都懂得這八個字的重要性 還有 什麼叫做國家主權 何謂國 何謂家 何謂尊嚴 我今天我不是冠冕堂王 我也沒有加入民進黨 我是鄭藍軍 我是國民黨 我也很支持國民黨 大家都有看到 我怎麼樣支持國民黨 你怎麼都不回答我這個問題呢 我今天只是不屑 很多人都說 館長我不懂法律 如果以民主自由的法律來說 我們就必須讓統一遊行進行 我們才是夠 然後一直在講台獨 一直在講台獨 今天我已經把所有的話也跟你講 台獨 台灣獨立 我個人非常不贊成 早期我就講 早期我也罵過非常多的台獨分子 你沒有本事跟人家抬什麼獨 你有本事 我們把台灣弄搶 兵搶名副 到時候我們再開 我們現在 你有空有這些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做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的底線在哪裡 我們的底線在哪裡 我們的底線在於 中華民國 我們是一個國家 這個沒有問題嘛 但是你會發現 現今的國民黨 沒有一個人 敢在媒體 敢在政治節目上強調 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是一個主權而獨立的國家 不斷的在講 不斷的在講 我覺得國民黨的智商 堪率支持者的智商 你自己想一下 支持者還是跟我講 館長 人家支持的是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你還在一中各表 今天我跟你講我真的不是民進黨 麻煩你去看習近平 他講的前陣子而已啊 拜託幾個月前而已啊 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你不願意去看呢 人家說就美式 習近平就是說沒有九二共識 沒有一邊一國 只有一國兩制 只有台灣就是要歸屬到中國 讓我們用兩種制度去改 一個是內地的 一個是台灣的 像香港一樣 你還聽不懂嗎 你還在那邊一中各表表什麼 我今天就是國民黨的 我也覺得很 就算我今天我是國民黨員啊 我也 我也會 我也會覺得說 一中各表到底在表什麼 我們 我們表示中華民國 他們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 今天習近平就出來講 沒有 沒有一中各表 沒有九二共識 只有一國兩制 麻煩你去看一下習近平講出來的話 然後我們這邊還在自衛 人家講我們的話 你視而不見 視而不睹 一直在捕人家攬趴 你今天跟我講的是法律 我們今天辨入沒有意義嘛 只會靠你們兩個在那邊 在那邊 是不是你在那邊講 啊我們依法律啊 依憲法 我在那邊跟你講說 我 我在那邊就可以問你了啦 我問大家一個邏輯觀念 你身為一個國家 你身為國家 選民選出來 令您的國 我們這個國家的薪水 你怎麼樣樣樣事事都偏著外人 而且這個外人動不動就要喊打喊殺 血洗台灣 武統台灣 的一個國家呢 你怎麼 我們 我再次跟大家台灣人講 我們國家很小 我們要的就是 我們基本上我們國家的一個最最基本的主權 人家動不動嗆你 人家國台辦動不動就說 後果自負 你們也會有後果的 我們會怎麼樣 動不動就嗆你 動不動就嗆你 身為一個男人 身為一個國家 身為一個 一個我們的官員 我們的民意代表 都沒有辦法保護我們 只要我們把我們幫火鍋推 我今天講的是這個問題 你今天要跟大陸很好 當然我們做生意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如果大陸說 我們要捅你要幹什麼 你是不是應該要幫台灣 守護 這塊領土呢 我要講的是主權問題 然後你跟我講經濟面 好 經濟面 大陸到底給我們多少食吃 爽都爽到你們 我昨天就講多了嘛 只爽到你們 我們台灣人民有 他會收金錢過來給我們嗎 沒有 當沒有自由的時候 當問題是統一之後 我們還有嗎 我們還有這些東西嗎 我跟你講絕對沒有了 你還不懂這事情的嚴重 那 我今天講的是 我們不應該讓遊行 在這個之下發生 我們大家應該去阻斷這個東西 因為他強調的是統一 他強調的是統一 什麼叫統一 就是把我們的台灣 拱手讓給大陸 來做一個統一 新疆說要和平統一 殺了他媽這麼多人 關了這麼多人 大家上新聞去看 西藏 當年說要和平統一 17項和平條例 我也幫給各位看 簽署之後 開始血腥鎮壓西藏 中英條例簽署 過了20年之後呢 大陸說不承認 已經沒有什麼叫做中英 一國兩制的條例 只有一個中國 大家去看這是香港 那既然今天有三個地區 三個國家 我們的土地 都沒有人家西藏那麼大 人家這種人民 人家就敢欺負了 何況是台灣 那台灣今天大家 活到了三十幾年了 可惜就是民進黨真的做得不好 不然我們今天講一句白的話 你國民黨 你以為 我再次講給你聽一次 你聽清楚喔 你以為你贏了一次 你贏了一次 你就那麼囂張 包含了所有的粉絲 我跟大家報備 如果你喜歡看我就看我 如果你要因為這個事情 你要在那邊講說三道事 我只問你 那你們台灣人的尊嚴跟主權 到底在哪裡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Facebook 我剛剛有PO一個東西 然後很多人還不以為意 我來講解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去看我這個Facebook 下面的一些留言 有的說是我的粉絲 有的說 有的說館長以前怎麼樣 這一個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 這個東西今天已經全部上新聞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居然跟我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剛剛馬上上新聞 我這個文才PO沒多久而已 我現在已經上新聞 新聞下面的留言 在東森 東森大家知道嗎 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 下面講 無聊 這又沒什麼 你不會做一張照片喔 做一張反共大陸的照片貼上去就好了 先生我想跟你講一些話 你的尊嚴到底在哪裡 一個我再講一次 一個每天嗆聲你的國家 動不動就要武統協洗台灣的一個國家 把他們的大陸人民解放軍的 這一種坦克車放在台灣的景象 做一個展覽 這個叫做羞辱你 這是一種侮辱耶 結果你還幫 我就覺得台灣真的很奇怪耶 結果一堆國民黨的支持者 到台灣講話 喔 我也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我曾經也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做了要底線嘛 你不可以不要臉啊 我們可以支持你 我們可以支持你提升機器 但是你不可以連國家都不要了 怎麼會說 怎麼會說 館長 又在那邊嗶嗶 又在那邊亂罵 這哪有什麼 我們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啊 我們為什麼要做一樣的事情呢 我們也要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天安門 然後把我們的他媽的坦克車放下去 然後換我們他媽的中華民國國旗嗎 這樣子嗎 我們會去挑釁人家嗎 台灣人從不挑釁別人 台灣人從不挑釁 台灣人不斷的挑釁 如果今天 他們真的要和平統一 真的要兩岸和平 請問為什麼會做這種東西出來 他們打中心裡就是要侵略你的國家 羞辱你的國家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 你台灣是我們的一部分 你又不講話 國民黨到現在還是不講話 我只想問羅志強這個 結果你跟我扯憲法 今天游不游行 通不通過 你也不要跟我扯民進黨的什麼獨立 民進黨獨立 民進黨會射飛彈到台灣嗎 民進黨會經濟制裁台灣嗎 民進黨會外交打壓台灣嗎 民進黨會 賣台嗎 他們賣台他們就完了 他們會不會貪污嗎 會他們會貪污 這個我確定 但是民進黨的 會嗎 他們獨立大遊行 跟統一大遊行 統一跟獨立 獨立是不可能嗎 統一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去分化你的國家 我講的是人民的主權 以及國家的尊嚴 你講的是憲法 我問你的話你也不回答 被統一之後還有憲法嗎 你敢講嗎 他也不敢講 你要說不然我們辯論 是要跟你辯論什麼 我講的是忠孝仁愛心意和平 你講的是他媽的幾百 一國兩制九二共識 這有什麼好講的 你講的是不存在的東西 一國兩制九二共識不存在 欠打臉麻煩你去看習近平 你們老大 真正的國民黨的黨主席 叫做習近平 黨主席習近平 就講了沒有一國兩制 沒有九二共識 你們還聽不懂意思嗎 你們還不懂意思嗎 你們只是共產黨附屬的一個小黨而已啊 你們為什麼還是要自我高潮 自我打手槍 都可以看到 那大家可以去看我下面的留言 吵成一片 有一些人在那邊說 有一句話啦 這樣子啦 好像這樣子 你失望 你可以不要看 你現在就可以走了 模型藝靈也能高潮 是不會把台灣模型家玩回去 弄台鋼彈天他們插機 我這樣就讓你失望 我這樣就是綠的 你就把我歸對綠的人 我真的不是綠的 我是中華民國派 我當過職業軍人 我客中職守守 守護我們台灣中華民國這塊領土 我的教育就是這樣子 我愛國 我保護這個國家 我沒有讓政客洗腦 我也不跟任何政客 配合任何事業 我自己做我的 我也不是民進黨的 我真的不是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現在全面之間做很爛 我真的不是民進黨 但是這一次不好意思 我全面就是反你國民黨 因為國家的尊嚴是需要 你們出來講話 需要國民兩黨大家一起站出來 維護台灣 但是我現在看不到國民黨 出來維護台灣尊嚴 只會一昧的 不管人家怎麼罵你 怎麼操你 怎麼罵你 幹你娘雞巴 我覺得 不放棄武力統立台灣這句話 比任何話都還要嚴重 各位我講有沒有道理 我今天罵你幹你娘 我今天罵你操你媽 我今天在那邊罵了半小時的髒話 跟一個國家領導人 對著你台灣說 我們不會放棄武力統一 我覺得不會放棄武力統一這句話 才是最急巴的 不是一個罵幹你娘的人 罵來罵去的人 然後呢新聞下面的留言呢 新聞下面的這些民眾呢 都說 這個人他媽的 空有肌肉 蟒夫啊 我不是蟒夫 我是一個愛國者 我愛國愛道 我做事業 我幫助台灣非常多 我愛國 我是愛國者 你們認為軍隊是國民黨的 我也支持軍隊 你們認為 警銷 不叫偏藍 我也支持警銷 偏藍的我都支持 我也討厭民進黨 但是 但是 今天討厭歸討厭 但是國家如果沒有了尊嚴 沒有了自由 沒有任何條件的時候 那你們工友 經濟在那邊喊口號有什麼用呢 只是口號而已 真的要台灣人賺到錢了嗎 我們今天在平行流論回到了 另外一個 五度選舉的時候 現在五度選舉選完了 你說沒有時間嗎 現在已經四個月 所以我們五度選舉之後呢 藍縣市的各首長 我們有因為這樣子賺到很多錢嗎 也沒有 所以藍綠藍黨根本就是一個 你在拼地方經濟有沒有困難 有的 不是說 我們今天講一個 韓國瑜 韓國瑜或是說台中盧秀燕 或是說新北市侯友宜 這些藍的區塊 這些東西 有因為這樣大陸給你很大的一塊 招商的一個空間嗎 也沒有 那你們為什麼要去剖人家 剖成這樣 剖成這樣 為什麼 但是我目前最欣賞還是一句話 我覺得國民黨的 只有韓國瑜 只有韓國瑜表示台灣的主權 我覺得他這個人還是 真的是 還是可以信一點 雖然他是被過度造神 但是 畢竟只有他 去大陸講 國防靠美國 科技靠日本 市場靠大陸 他也去美國講 我昨天就講過了 大陸 我們要民主去改變大陸 讓大陸參與選舉 他講了沒有人感受的話 結果隔天就被郭台銘 郭台銘就說要選 然後就被修理 那我在這邊講一下 我在這邊講一下 今天國民黨 為什麼今天會這麼紅 為什麼會崛起 字字頭會變多 我覺得做人要飲水思緣 我今天講你們黨的問題 那韓國瑜呢 他這麼辛苦 好不容易 成為國民黨第一紅人 那你們也不徵召他 現在看到一個有錢人進來了 就把他晾在旁邊 請你記住 今天你們這邊江山是韓國瑜打下來 如果今天沒有韓國瑜 你們再派你們那些舊的人來 派你們這些舊的人來 也沒有舊了 也沒有舊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只是跟各位講 國民黨是有愧於韓國瑜 我講到這邊啦 有愧對於韓國瑜 好不好 一個郭台銘呢 一個有錢人 國民黨的股氣就在這裡了 一個有錢人進來了之後 大家都對他他媽的 鞠躬哈腰了 請問4月10號買的衣服 大概什麼時候會到貨呢 差不多24號 因為黑貓出了一點問題 我有在FB上面打了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你說我沒有影響力 我沒有影響力啊 我本來就沒有影響力了 我本來就沒有影響力了 我的影響力來自於新聞不斷每天的抄我的 在我的直播啊做新聞啊 我有沒有影響力我沒有影響力啊 我真的一點影響力都沒有啊 我看到現在新聞下面很多藍營支持者都說 阿他開個直播他媽的臭屁什麼 阿他媽的只會開直播 罵髒話怎麼樣 我沒有影響力啊 我沒有影響力啊 可是賤的就是你們的藍營的很多人都來找我 你們怎麼那麼賤啊 這就叫做利用完了說他這個人沒有什麼啊 結果呢那時候力挺國民黨的時候說 館長 是一個雖然他是一個 罵髒話的人 但是他愛國 他愛國民 他愛民眾 國民黨那時候支持者都這樣 阿現在呢我不接受統一 我這個真的生了什麼 我沒辦法接受就開始講 阿你的直播都在臭屁六條啦 阿看他要通啊 阿他以為他有影響力喔 阿那時候韓國瑜也來啦 侯友宜也來的時候啦 做這些國民黨的時候啦 社長街來的時候啦 齁 寫到中天中時TVB 都把我寫到 館長喔 初中待世啦 館長喔 是人民的 館長喔 對啦 就是要這樣啦 說他媽的民進黨都怎麼樣怎麼樣啦 館長說段儀康靠北三小啦 喔 那時候一大堆民嘴 我有去看一大堆民嘴 還在節目說 段儀康啊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去嗆民眾 真的是很沒有水準耶 還說是自由民主黨 這時候這句話同樣還給羅議員 你身為一個國民黨的黨員 身為一個領我們台灣人的薪水 我們甘的喔 你不要領薪 不要領薪 我們就對等啦 我們要台來 你今天做國 你就是要謙卑啦 你有聽到嗎 蛤 自由平等 他聲說我 就自由平等 結果跟你們而已 自由平等 結果 滿嘴的自由平等啦 結果 要普通公司 阿公的藍教 你跟我說你自由平等 滿嘴的自由平等 還說人那個 對於他們靠北三小啦 你們國民黨怎麼說 各位 各位他們是靠北三小 你知道嗎 阿你又嫌 你是在這裡威脅啦 你跟我辯論啦 不敢你又要表演兩年 換掉啦 幹你們這麼七八咧 我有粉絲多少人 你知道嗎 我有粉絲多少人 都說波多爺的結衣 來修幹啊 幹你不敢幹喔 人家的AV界波多爺的結衣喔 這都不可以賣用啦 你都用這補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說 蛤 我跟郭台銘身高兵 你不敢給我請啦 你不敢給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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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郭台銘改名啦 齁 齁 幹你娘七八咧 你如果這個省理論齁 鬼理論就七八咧 你知道嗎 齁 誰交的 我國議員啦 齁 啊這些年人齁 要打七八啦 那個譬如講說小美 小美小美 我要跟你合一性交 為什麼 你不敢跟我合一性交 你就是屬辣 你以後就要叫小美 你叫小吉巴 啊 懂我意思嗎 今天 你要跟他們配合的事情 幹你娘七八咧 你說什麼 喔因為你是議員 議員什麼 要跟人家交 你不敢你就輸辣 齁這不是什麼 這不敢小學生的嗎 那怎麼國中的你知道 還自稱法律系 還要說憲法 你不敢 你說什麼 你就輸辣了啦 你做一個議員 可以跟民眾這樣說 蛤 啊這個你的省理論 哪一國交的 我國議員啦 號稱最懂憲法的男人 啊 最懂法律的男人 最懂法律 他法盲吧 他是他媽 他是腦弱吧 怎麼動不動會槍民眾 沒有辦法 我國議員啦 國民黨的議員都是這種水準啦 我國議員 台北市議員 整天只會叫人家道歉啦 什麼都不會做 整天只會在柯P面前 你要不要跟我道歉 你六年前 你要不要跟我道歉 請問你做了什麼事證 一個市長跟你道歉 道歉之後咧 之後咧 你做了什麼事證 沒有 整天上節目 整天上節目 他做了什麼事證 他就是靠這樣子啦 偏吃乖幹啦 各位了解嗎 蛤 什麼叫做 我不跟你辯論 齁 那 現在就這樣 粉絲們 敢不敢拿一千萬借我 敢不敢 不敢 你改名 你改名 你改名字啊 蛤 老師你敢不敢 他媽的七八的跟我單挑 為什麼我要跟你單挑呢 我是你老師欸 我們在教你課啊 我們在解釋課程 你不敢跟我單挑 你就不要當我老師 你改名 小朋友你怎麼會有這個觀念啊 這觀念是不對的啊 我們議員教的 我們議員 國民黨 怎樣 統一萬歲 以後學生就跟人講話 可不可以 老師啊 敢不敢 跟我單挑啊 你敢不敢啊 我為什麼要跟你單挑 周杰倫 你敢不敢跟我唱一首他媽的咧 馬祖小夜曲 MC哈豆 你為什麼不來跟我diss一下 我四處趁熱度啊 不敢 MC哈豆以後改名 叫WC 熱狗 不要叫MC熱狗 叫WC 廁所熱狗 因為你不敢跟我背頭 不敢跟我唱落實歌 不敢幫我寫一首歌 你敢不敢幫我寫一首歌 你幫我寫一首歌啊 你不幫我寫一首歌 那以後你叫 你要MC哈豆就不要用了 叫WC哈豆 蛤 今天人家不願意做的事情 你就槍說 你不敢 你不敢 你就把招牌拆了啊 哇操 這不是跟小朋友一樣嗎 跟弱智一樣嗎 蛤 操你媽的老闆 敢不敢 他媽的我吃滷肉飯 不要給我收錢 你敢不敢 敢不敢啊 給我吃到飽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敢 你就把滷肉飯名字改掉 不要叫胡須張 不要叫胡須張 好不好 你叫胡須陳 我以為我姓陳 你以為我改叫胡須陳 我 你是有勁嗎 你有勁嗎 誰跟你改 本國 本國議員 本國議員 我還要比你更好 你還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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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 你每天給你 你走 叫什麼 你走 國民黨 你這次我就不要做了啦 你這種人要怎麼做 你這種黨團要怎麼做總統 你出去這種議員都沒辦法管 自己的教齁 自己的教都沒坑好齁 四個都教民眾 對國民黨有戰功的 哇 那當時我立戰群最多人 贊民進黨贊多少人 贊多少人 那當時我贊民進黨贊多少人 贊多少選民的 這樣 同樣啦 把你修理啦 抱歉啦 要痛你把他叫我痛 你們爹喔 會底線就是不太用痛 那你如果說支持你 鄭南軍喔 我支持 你如果跳出來說喔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在唱 大家都唱阿瀟 幹你們的老子賣的 背三小為人家 這樣我把你準備好 我不是台獨問子 我不是民進黨的喔 我沒有黨政喔 你國民黨才出來 我隨意加入國民黨 真的 說一下讓我們 讓我們這種人 不整天用槍 幹你們幾乎是在唱三小 唱火鍋喔 蛤 幹你們麥克爾卓頓 你現在是要跟我出來打籃球嗎 沒有啦 我要跟你一打一啦 麥克爾卓頓 我在最後通牒喔 如果你不敢 你以為籃球很厲害嗎 你麥克爾卓頓今天不敢跟我打籃球 你以後他媽的不要叫麥克爾卓頓 叫懶教卓頓 喔 叫懶教通 你不要叫卓頓耶 揪殺小 你叫揪揪冒血野狼 喔 你人家叫揪揪 你不要叫喬丹 你叫揪揪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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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歡來啊 喔 出這樣子 全民都可以這樣子了 以後就四處嗆聲 喔 因為本國議員嘛 國民黨水準嘛 誰教你的 國民黨 本國議員 你招牌可以跳下來 哇 很累 我現在要準備喔 我現在準備要做這個 廣告生意啦 因為我覺得未來會很賺錢 為什麼 因為動不動就要換招牌啊 我未來要做廣告生意 我覺得可以上市上� 馬上就上市� 馬上就上市櫃 馬上就成為 搞不好比郭台銘更賺錢 為什麼 因為如果羅志強的邏輯成立 是不是 變長在換名字啊 欸 館長先生說我現在要換一百多個砍棒 因為動不動的民眾會去 就是說 你如果不敢給我怎麼樣砍棒 就給我換掉 大家都一直換砍棒 我未來想要做招牌的生意 因為 誰說的 我國議員啊 我國議員嘛 我國議員 國民黨的發言人 國民黨戰將 馬英九的愛將 喔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你們 段儀康講靠北殺小 你們把人家罵人這樣 幹 你們只在笑 比不穿喔 你們還沒追蹤 還要跟他們招牌的 然後段儀康 也懵懵懵 還要跟他們招牌 還要跟你們招牌 你們跟統促黨一樣 跟統促黨一樣 也追蹤一樣 你化銅線的嘛 所以白人是黑幫的嘛 你們想看白人 你們也是要激光海洋 你們跟統促黨 很聰明啊 統促黨也是這樣啊 欸來啊 跟你們娘來 常常幫你搶啊 跟你們娘 你不利用我 我給你搶啊 你咬出來嗎 我還要給你淡賽啊 你們跟統促黨一模一樣 你們現在台灣人民不要擋 你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你們充滿了 沒關係 你們這次2020 沒關係 還沒啦 阿高雄要直播喔 我坐著坐著收你 還要來啦 你還要來啦 你也要來啦 你不就是自己 你娘錢賣的 自己收你 想我都不要來 來好了 你問我羅志強三小 喔 阿以往我現在叫你 店長拍手情 館長 為什麼 直播拍手情啊 你不敢 你就不要出來選 你就把你的 你選舉幾號 12號 參選12號立委 你12號鐵條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要約你 他媽的現場鏡頭 直播打手槍 為什麼 為什麼要 配合你 我國議員 你們國民黨議員收的啊 不配合他 招牌要換掉 是不是就這樣子 是不是就這樣子 蛤 以後國民黨人員來到 先打手槍 才可以上直播 不然你先把那個 名字改掉 名字改掉 超級負面 超級負面 這是什麼 美國議員 是不是要恢復 很利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